一开始要来看这个消息 有点夸张了 南投埔里这边呢 有业者他们想要开采券行 但是按照规定不可以开在学校附近 现在竟然呢 是希望透过明代 打这一间小学的校职给变更 更多内容我们要连线军动 到底该开在哪里会比较好呢 南投埔里南关国小他们的家长 最近收到像这样的一个问卷 里头的问题要调查的是 是否赞成学校把地址变更 追查原因之下呢 才发现了彩券业者受制到学校 一百公尺之内不能够开设的规定 结果透过明代 来希望把学校的地址给改了 目前呢 这个提案的明代以及学校都做出说明 我们先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事实上有七八十年的历史 那基于那个校史的情感面 学校是比较 其实说能够把中正们的地址保留 因为十几年来已是事实 他们都在南京街这里出入 那可不可行是他们行政单位做决定 我们只能建议 你现在可以听到了包括了学校 还有明代的意见呢 其实持不同看法 但是明代今天出面解释特别提到了 这只是建议并非施压 但是提到了彩券行要设立 居然要求学校地址必须变更 只要避开校门一百公尺 这样的规定就可行 然后县政府则认为 彩券行设在学校旁边 这样的规则太奇怪 至于基层的这个彩券业者 则认为台彩不认大门 只认门牌这样的情况 才会造成今天这个结果 这是目前问你掌握在南投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镜头交还彭丽主播 好的谢谢君豆